你們好奇嗎?在新冠肺炎影響下的歐美國家 許多商家已經紛紛關閉 在這樣人煙罕至的場景之下 外送服務就成了人們的衣食最重要的服務 那究竟面對這波疫情 外送服務有哪些新興的現象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探究竟吧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4月15號由楊誠昕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未來商務焦點的文章 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之下 許多歐美國家都呈現鎖國封城的狀態 除了必要的採買通通不准出門 即使有些區域可以照常進行活動 居民也因為防疫宣導盡量避免外出 許多新興外送服務因此而崛起 除了藥品、生鮮雜貨 就連上游的供應商也開始經營B2C的外送生意 那在歐美國家的街道上 目前只有超市、藥局、郵局等開放居民進出 其他商家包括餐廳、購物中心等等的都無法營業 在一個又一個空城的景象中 有些可以照常營業的區域 也同樣面臨到電消費人口大量減少的窘境 生活相關消費的供需也因此大量轉移到外送平台裡面 除了人們原本就熟悉的餐飲外送服務 像是UberEat、Deliveroo、Postmap等等 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外送服務的商業模式不僅快速擴張到生鮮雜貨、藥品外送等更多不懂的商業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 產業供應鏈的角色定位也因此而改變 整體來看以下幾個現象值得長期關注 現象一 餐廳食材供應商從B2B跨足B2C的消費市場 當一些餐廳暫停營業,首當其衝的除了是餐廳之外 同時也波及到上級的食材供應商 美國紐約就有數家的食材供應商 其中包括原本只供應給米其林水準餐廳的商家 都在這次的疫情影響之下 從B2B供應商轉為到B2C的消費市場 讓一般的消費者上網購買這些食材 而且是以盤商大量採購的價格作為售價 那這些上級的供應商為他活下去 決定把原本只提供給餐廳經營者使用的線上採購平台 包括網站、APP等開放給一般消費者來使用 只要訂單超過50-60美元 就能夠享有宅配豆腐的服務 那如此一來 這些上游的廠商不僅可以持續的營運 接觸新的消費客群 更能保住運送功能的工作 可以說是預期數得 現象二 針對年長者推出的超市代買服務 由於65歲以上年長者族群是這次新冠肺炎的死亡 高風險族群 那為了減少被傳染的機會 許多國家的超市都相繼推出了 年長者專用的生鮮雜貨外送服務 更是免費外送 藉此能降低他們的感染率 那舉幾個例子 美國連鎖超商品牌 H.E.B.針對60歲以上的消費者 推出免費的訂貨外送服務 年長消費者可以透過電話 或者是網站、app等等的管道來下單 後續就會由年輕的志工協助處理訂單的需求 並且在幾個小時內就會運送到福 那另外 瑞士的連鎖超市COOP 也針對65歲以上的消費者 推出免費的送貨到福服務 消費者透過電話或是email來下單 物品運送就會從瑞士的紅石智慧的志工裡面來完成 現象三 無人機開啟藥品的外送服務 愛爾蘭新創Mayna Aero也趁著這次疫情時期 利用無人機為需要處方間的家庭運送藥品 他們強調無人機運送 可以減少人們直接接觸以符合衛生的要求 也能降低這些高危險群 前往醫院或者是藥房領藥的機率 那另外一家美國公司ZipLine 也正在等待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的認可 開啟他們的無人機藥品運送服務 那ZipLine的溝通總監 也認為這次的現象正是遠端的醫療起點 現象四 網路定位服務變成外送平台 美國有一個餐廳定位網站Talk 就趁著這次進行軟體的更新 搖身一變成為線上販賣餐點 處理信用卡支付金流支付資料加密平台 Talk2Go 短短幾週以獲得四十間的餐廳上限 另一個競爭服務RiteSea也同時進行改造 成為線上餐點訂購跟外送的平台 至今已經獲得三十家餐廳上限囉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兩大線上地圖服務的Apple Maps跟Google Maps 也都在最近進行軟體更新 開始把食物的外送、藥房、生鮮外送等地點跟服務擺在搜尋頁的最前面 能夠讓用戶更快找到目前必要的需求 而過去被列在前面的餐廳、素食跟咖啡店等選項 則被顯示在比較後面的選項 好的,今天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在過去短短的這兩個多月以來 這些快速調整自己腳步的商家也一再的證明 擁有科技的熟悉跟彈性 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之下 仍然可以找到新的輸入 外送、線上訂購等等的功能 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成為引領市場必要的元素 那更令人好奇的是 在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過去 當一切又再度恢復過往的場景之後 外送功能的角色又會如何變化呢? 終於能出門的消費者 會再次享受出門採買的自由感受 還是已經對外送服務產生高度的依賴呢? 讓我們持續關注吧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十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